米拉加亚龙 米拉加亚龙 这种恐龙它也是来自于欧洲 它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脖子非常的长 很多剑龙类脖子并不是很长 但是米拉加亚龙它的脖子非常非常的长 在发现米拉加亚龙之前 人们认为长脖子是膝脚类恐龙的专利 很多其他的素食恐龙并没有比较长的脖子 当时的理论人认为膝脚类恐龙可能是 比较能够吃到一些脚高的树木 但是剑龙代表的类群作为跟膝脚类恐龙共生 它们负责的是吃地下的食物 减食地上的叶子掉落的叶子 或者是吃一些比较低矮的食物 或者直接吃地上长出来的一些蕨类 但现在我们知道剑龙类它的脖子 像米拉加亚龙这些脖子是很长的 而且我们最近也发现最著名的剑龙鼠 就是北美洲的剑龙 它的脖子实际上也是很长的 除了长之外 剑龙类的脖子它也是非常的灵活 它的尾巴也非常灵活 这一点跟许多后期的其他素食恐龙有很大区别 素食恐龙往往脖子变得很长的时候 就比如膝脚类恐龙 它的脖子会变得非常坚硬 它的内骨 颈内 脖子下边的颈内会变得很长 把这个脖子紧紧地锁在一起 让脖子不是很灵活 这样的话 吸脚类恐龙它的脖子 整个像一个吊桥一样的结构 就是让它能够很轻松地把头抬起来 平时保证水平的时候 也并不能够给脖子非常大的压力 但是剑龙类就不太一样 由于剑龙类脖子整个的重量没有吸脚类那么大 所以它的脖子可以非常灵活 有些灵活程度甚至能像今天的鸟类一样 能够摆出S型的这些动作 另外剑龙类的尾巴也是非常非常长 然后它的尾巴也是很灵活 有一些研究认为 剑龙类的尾巴甚至可以摆到这样的幅度 这样它的尾巴打击的范围很大 剑龙的尾巴末端一般都长有很多尖刺 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效的防御手段 曾经在伊特隆的尾巴上 发现过被剑龙尾巴骨刺冻穿的痕迹 因此剑龙的尾巴 无疑是剑龙的保护的最大的特征 但是它的骨板相对来说就比较脆弱 很有可能就是用来装饰或者展示威胁 起到这样的作用 能够起到恐吓的作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